歡迎收看2020庶民大頭 嘉雲教來賓 第一位是桃園市議員 詹江村村長好 子澄好 村民們好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遠藝好 大家好 高雄的黃毅林醫師 社會觀眾大家好 以及青年評論員高君君 大家好 你今天買到口罩了嗎 現在不能這樣互相問候了 因為超商買不到了 口罩實名制 2月6號上路 但是2月6號之前 在超商也已經買不到了 那麼現在呢 蘇貞昌院長 過去給大家的保健 到底在哪裡呢 口罩一定足夠 一夜隔離冰箱 政府都準備好 就是為你把關 現在我們工廠 大家過完春節已經回來 加緊生產 就一天可以達到近四百萬片 國人同胞 需要的時候 要用就買 隨地都可以買得到 請放心 隨地都可以買得到 請放心 我不需要的人 也一直搶購 囤積浪費口罩 生產再多的口罩都不夠用 生產再多的口罩都不夠用 為了二字搶購風潮 為了公平和透明 也為了要讓真正有需要的人 買得到口罩 國人同胞從二月六號星期四開始 可以辭健保卡 到全國六千五百零五家 健保特約藥局購買口罩 蘇貞昌長 重炮抨擊說 囤積的人呢 都是在浪費口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口罩實名制現在是要上路 所以超商已經買不到了 好 每個人呢 七天之內可以買到兩片 而且是按照身分證字號 星期一三五讓基數的人去買 二四六讓偶數的人去買 禮拜天大家都可以買 你可以幫人家代購 但是一個人只能夠幫一個人代購 而且要拿健保卡 那麼至於兒童口罩呢 每個藥局只有五十片 而這個成人口罩 每一個這個健保特約藥局 有兩百片 等於是有一百個人來排隊 今天這個藥局 就全部被買光光了 但大家聽完之後 還是有很多的疑慮 因為到底口罩 可不可以跨區購買 也就是說是不是要到 我的戶籍地的藥局才能買嗎 還是其他藥局也可以買呢 再來就是 根本不能夠解決搶購的問題 因為大家還是一樣會去 藥局的門口大排長龍啊 還有 是這個偏遠的鄉鎮 如果沒有健保特約藥局 怎麼辦 獨居的長者 沒有健保卡的外籍人士 沒有身分證的陸籍學生 誰可以幫他們買 而七天買兩片 怎麼供應量反而變少了 哇 真的是問題一大堆耶 現在我們的防疫第一線人員 從超商提升到的藥師 應該要鼓勵啦 我們以前防疫第一線 竟然是超商店員耶 你不覺得我們台灣很偉大 結果他好像很可憐 就是一直用那個酒精在噴手 在分裝口罩 對啊 那是我們防疫第一線的人員 你不覺得台灣真的是無奇不有啊 到處都是人才 現在又用到藥師了 我覺得蘇貞昌 我先講蘇貞昌這個人 再講他現在這個政策 他到底他的政策是為老百姓在想 還是為他們自己在想 才會造成他今天的狀況 你知道嗎 他自己要先反省自己 他如果是為老百姓在想 什麼事都想說 啊 讓老百姓用得夠 用得到 用得全 用得好 我跟你講他今天的政策 就不會是這樣荒腔走板 一改再改 朝令夕改 朝三暮四 一直這樣亂下去 他現在所有的政策考慮 都在他自己 我會不會 我今天這個決策會不會造成我黨的困擾 我今天這個決策會不會造成我公務人員的困擾 我民進黨體系的困擾 我今天這個決策 會不會讓我的團隊 我的衛福部 我的經濟部被罵 所以變成抓菇招筆 父子齊驢 這個也好 換了 講不好我再換 講不好我再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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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到最後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所以蘇貞昌你自己要抓到 你現在到底是要為老百姓而做 還是為了你民進黨的形象而做 你現在不是在為老百姓做 當你心態一改了之後 你才會做對勢啦 我真的要 要語重心長的告訴蘇貞昌 我認識你這麼久了 我沒看過你這麼荒腔左板的一段時間 原因我從他跑台北縣長 跑到現在 民國1999年的時候 開始跑到現在 他以前的蘇貞昌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2000年的蘇貞昌縣長可能當的比較好 不是他確實一直都是這種霸氣 可是他以前60歲嘛 50幾歲 那種果斷的決策能力 我就是這樣決定 你沒有 那沒有問題啊 他現在已經有了包袱了 現在蘇貞昌是行政院長 他有女兒要培養 他有蘇家班要培養 他上面還有蔡英文 他要拱住他的政權 還有未來2020之後的連續四年 所以他現在變得亂七八糟 原因我再跟你講 這個實名制策略一定會有問題 簡單的數學就好了 光看第二點 特約藥局一天分到成人200片 兒童50片 250片一個人可以2片 除以2等125 一天藥師上班能夠多久 也不過才9個小時 聽說光是那個健保卡插進去 你好像滑進去還拿出來 我跟妳講 要6個小時 我不太懂這種操作 光問黃醫師就知道 這位醫生的 那個故事 一個病人來看病 他還沒看到病 光在那邊嚕來嚕去 然後呢 問你是不是羅友智 然後再開始在那個 然後健保卡再抽出來 時間 跑掉了 你覺得一天 126片 25片 能夠搞多久 一定繼續亂 你放心 你現在只是從超商的排隊人潮 移到隔壁的藥房 再移到隔壁的診所 然後全部人大家還是在排 排完之後還是罵 罵完還是不夠 因為沒辦法囤積了而已 只是說拉長的時間 就大家沒辦法去 他就慢慢的去消耗 每個人兩片兩片兩片 到最後沒關係 換換換 沒有了 我這邊還有一千片 用臉機一千五百片 所以我還是講 他最後還是為了自己做事 做好做事去考量 他沒有考量到老百姓 買得完 買得全買得夠 他根本不是這樣在想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說藥局的據點 反而變得更少了 而且呢 你要用健保卡 好像也很麻煩 最重要的是 怎麼政府介入管的越多 大家越買不到口罩呢 俊俊 真的是滿麻煩的 因為像我自己健保卡 就不見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買不到口罩了 對 我就買不到口罩了 那我又變得要去先申請 那其實沒有健保卡 像我是不見的 有的人他真的繳不起耶 譬如說遊民 那怎麼辦 那或是我有朋友 他說沒關係啊 我就是不要繳健保 我就是不要繳健保 因為我覺得我不會生病 也有這種人耶 所以這個健保 我也是覺得一定會出問題啦 然後一個公共政策的這個制度啊 跟他的一個推動 如果沒有很專業 如果沒有一個很周詳的計畫的時候 當他一開始出來是錯的時候 那到後來就是一團亂了 錯到底了 那其實像我們覺得蘇貞昌院長 他一開始說 口罩不要一個月不准出口 那個時候就已經造成大家的恐慌了 造成大家的搶購了 其實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SARS是沒有人在 SARS的口罩是夠用的耶 可是為什麼17年之後 我們明明有了之前SARS的經驗 到現在 你說武漢肺炎 民眾沒有被這個肺炎給病死 說真的 我們會因為睡眠不足而死 因為大家都在排隊嘛 然後因為恐慌而死啊 睡眠不足 抵抗力會下降 對 抵抗力會下降 然後因為恐慌然後又被氣死 所以這真的是好奇怪 因為在這個時候 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政府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人民能夠安心 要能夠安定民心 但是現在顯然這個口罩之亂 可以看得到政府的能力 真的是滿欠缺的啦 那另外我在講 一個禮拜兩片耶 這怎麼可能會夠嘛 一個禮拜兩片這是什麼概念 那口罩其實你污了一整天 它上面會有水蒸氣耶 這很像一個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就像你洗腳 但是不洗襪子 有沒有很噁心 就是這個意思嘛 因為你要一直重複使用嘛 你可能三天才能夠換一片嘛 那到最後就變成這樣子了 其實今天政府宣導的防疫影片 有播出來給大家看說 其實你拿酒精來消毒口罩 是沒有用的 之前就有說過啊 什麼噴酒精啊 再污起來啊 什麼高溫殺菌啊 其實我們醫生在這邊 我們就應該知道 這些都是不OK的 都是不行的 可是像政府不但朝令夕改 這樣子朝朝暮暮 一開始說 好像又可以不用戴 要戴口罩 然後現在又說可以不用戴 空曠地方又可以不用戴 就是搞得我們無所適從耶 那要是疫情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那怎麼國小的學生 本來已經延後到2月6號要上課 現在又到2月15 所以我們還是很害怕 那越害怕怎麼辦 他就又要去搶口罩嘛 所以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國外啦 像新加坡我直接發給你 和澳門也是 發給里長 對我直接發給里長 有里長這樣子 還有我們的衛教也很重要 你不要大家恐慌的話 你要安定民心的話 這種衛教都很重要 或是像澳門只有60萬人口 可他有幾百萬的口罩 他這人民就會安定 人民就會安穩嘛 所以我覺得選舉算結束啦 但是民進黨很多的策略 都還是為了他的政府好做事 不是在為人民著想 所以他們還在選舉 好 七天只能夠買到兩個口罩 到底大家怎麼看 七天你說兩院 那不是一個是戴三天 一個戴四天 如果只有在藥局買的話 就等於說就是打死了嘛 就是固定你一個禮拜 就可能只能使用兩片而已啊 一個禮拜兩過 怎麼樣就不夠啊 有點不太夠 口罩不是要換嗎 對啊 七天只有兩片好像有點少 那兩片用完就不用戴嗎 那兩片有什麼意義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們去排隊還可以買三片 為什麼只有兩片 因為我們每天要上班啊 做那個大眾交通 那個一定是要戴的嘛 兩片是絕對不夠的 好 口罩政策一變再變 我們來看一下 1月21號開始爆發了搶購潮了 然後22號政府釋出了 這個戰備的口罩 4500萬片 透過超商來賣一片8塊錢 1月23號開始停止出口 1月31號全台徵收 在四大超商通路販賣 到了2月1號呢 是降價2塊錢 終於是降為比較合理的 一片6塊錢 每個人呢 一次現買3片 到了2月3號 現在說 要到2月6號開始推出實名制 那麼是只能夠在 特約藥局購買7天之內 每個人現買2片 政策一變再變不見得不好 如果變好的話 那當然也很好 但問題就是 政府越介入 大家越覺得怎麼口罩 就是買不到 我們要請教一下 黃毅玲醫師 以一個醫師的角度來看 這個7天兩片口罩 你覺得夠用嗎 其實我算給你看 他現在預計是說 一天有400萬的口罩的生產量 但是他沒有把他算那個4500萬 他其實這外科已經釋出了 可見大家手上已經有口罩 大部分都有 不然你這4500萬是怎麼釋出的 所以你一開始在23號 你就不應該這樣做了 你怎麼做 雖然外科的口罩不能夠外銷 但是你沒有講清楚 你當時講清楚 你就認為 現在不是正式流行季節嘛 那你現在又說 現在不定沒給他戴口罩 事實上是沒有 所以其實23號 他應該要先出來安定民心 對 他不是 他把他搞亂激發就是 蘇貞昌啊 我跟你講你是最不辭的 你醫療的行為是最不辭的 你這個講了什麼鬼話連邊 我告訴你 你應該要教導我們 中華民國所有的國民 他要有這個防疫的智能 你都沒有教 每天都報幾個幾個幾個 你把全國的百姓搞到 沒有一個不怕 包括我也是在怕 我告訴你 其實我不怕 我是覺得你就搞不清楚 你現在重點把防疫做好的就好了 你防疫 進來台灣以後 防疫你要怎麼做好 預估 就是再過10天到14天 可能大 尤其會在台灣 就像當年一樣 當年SARS是三個月到台灣 今天會更快 為什麼 他的傳播速率比以前SARS還更快 你要看 不要動作是怎樣 你要看這個病毒是怎麼散播的 你現在搞這個口罩 搞亂激發 我很懷疑 你到時候防疫能做多好 我告訴你做多好 也不是你宿舍做多好 是台灣所有醫療人員 還有台灣的百姓 共同把它做好的 並不是 當時你的宿舍做好的 我還可以特別強調的就是 口罩 那大家買就是要搶 就要囤積嘛 不然要幹什麼 當然有些人有病啊 賣性病那個應該是要的啦 可是這種人畢竟少數啊 你現在這樣分 你等於是用共產製作 來分那口罩你知道嗎 對不對 強過每一個人就兩片 阿家人家多一點的就不行了 不是嗎 阿家沒有那個健保藥局的地方 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真是很好笑啊 我告訴你還是 一開始你就露錯了 你現在說 每一個人不一定要戴口罩 你看幾個人聽得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穿出了這麼一個LINE的截圖 原來現在有很多超商 都有所謂的LINE群組啊 熟客通通都加入到 這個LINE群組裡面了 好 店員拿到口罩 在LINE群組就PO文說了 哎呀 我們現在有口罩了 結果馬上就有人留言說 我要兩包幫我留 我也要一份 我也要一份 所以原來這些口罩 全都被熟客給買走了嗎 怪不得很多人 走了這麼多超商 結果三片口罩 好像這個從來沒有發生過 因為沒有一間超商 有看到這傳說中的三片口罩啊 村長很多人 他在買不到口罩的時候 然後又要排隊 然後又要這個冒著風險 大家就我們當時 就一再的這個強烈的建議說 一定要把通路改變為 回到回歸他原來應有的通路 就像這個藥局一樣嘛 那我是覺得說 實名制來這個購買口罩 我覺得說這個是 還不錯的一個方式 但是呢 你用一個禮拜 只能買兩片 而且就好像這個 回覆到以前一樣 單打雙不打 因為這個要看你的這個 身分證字號是尾數 是單號還是雙號 我有沒有同事發現 如果你夫妻兩個人呢 身分證字號尾數不一樣的話 這個太太還不能夠幫先生買 先生也不能夠幫太太買 因為尾數要一樣 對 尾數要一樣 對 所以這個 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是覺得說一定會更恐慌 好 那蘇貞昌政府 民進黨政府真這麼笨嗎 我覺得 我是覺得說 我是以陰謀論在看 為什麼 你看看所有的綠媒 綠色媒體 一直在操作 這一次利用這個武漢會員的案件 一直在操作仇宗 然後一直在製造這個恐慌 那你在製造這個恐慌 如果讓你口罩 能夠很順利的就買到很齊全 你怎麼會可怕呢 你怎麼會覺得說 哇 好恐怖喔 就讓你買不到 然後呢 但是我又有讓你可以買 又買不到 然後又每天這些媒體 就一直在渲染 哇 多嚴重啊 現在又有多少人啊 又什麼 其實坦白講 針有那麼嚴重嗎 像中國大陸有那麼嚴重 台灣呢 我們現在十個 這個確診案例 全部都是控制住 那而且就像這個黃醫師講的 你感染源控制住 那也沒有說這個群聚社區感染 那種情形的話 我是覺得說 學生也沒有必要說去限制他上課 教育部規定啊 學校規定 所以教育部規定會這麼不一致 你知道嗎 很好笑 那是更恐慌 教育部規定 照理講 現在應該要黃的是流感 對啊 但流感的話 我們的學生通通都有打流感疫苗 所以其實如果說 今天你是一個咳嗽打噴嚏 你是一個這個有可能 有得流感的人 那你當然就要戴口罩 那其他的 其實應該是不必要 但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已經弄得全民 這個全民皆恐懼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是 你這個口罩再怎麼賣 再怎麼製作 還是不夠賣 除非說政府願意消滅這個恐懼感 但看來他們的政治目的不是要這樣子 聽起來好陰謀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君君 因為你看 如果說在超商會有所謂的團購群的話 那到了藥妝店或者是藥局可以賣口罩的時候 難道不會有團購的問題發生嗎 再來就是說其實因為一個人用身分證領兩片的話 沒有辦法保障像是一些這個美食外送員 他每天要碰到這麼多人 或者是更高風險的計程車司機等等 他們好像也更需要口罩 但是沒有辦法讓他們可以優先拿到 其實就像剛剛友智哥講的 就是從超商然後換到旁邊的藥局 然後去排隊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其實有健保卡 你是可以再拿另外一個健保卡 你一個人是可以帶領的 可是只能帶領一個人 所以就像剛剛哈主播講的 那我要帶領的那個人 他的健保卡的尾數要跟我一樣 是雙數或是積數 你才能夠一起去帶領 一個人只能幫另外一個人帶領而已 那剛才因為村長講到的陰謀論 其實我也有一個小小的陰謀論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的口罩 都是政府徵收嘛 所以現在誰的口罩最多 就是政府嘛 那他現在在幹嘛呢 在等什麼呢 我覺得他在等這個民怨 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我相信 預估 後來兩天後來幾天 當他口罩收集到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會開始來個大放送 然後讓所有人都有 所以就恩惠到所有的民眾 然後大家覺得說哇 政府好厲害喔 然後會忘掉前面那個口罩之亂 所以我在想說 政府徵收這些口罩 你真的有全部發出來嗎 還是政府本身就在囤積了 那我也不知道政府想要囤積幹嘛 剛剛講到有很多的高風潛群 其實還有一種人 他是在醫院工作 但他又不是醫護人員 譬如說幫醫院打掃的 像這些人他們也都買不到口罩耶 像這些幫醫院工作的這些好朋友 他們本來都是直接跟工廠訂 現在工廠也不肯賣他們了 現在呢 整個是大家人心惶惶 包括像是 學校宣布要延後兩個禮拜 這個來開學之後 安親班簡直是快要瘋掉了 但唯一擔心的是接下來兩個禮拜 小朋友的口罩會出現比較大的問題 現在外面是買不到小孩子的口罩 對啊 那我們怕家長也得 他的存貨量不足 一旦孩子沒有口罩 我們會要求家長直接帶會 我們不進班 就高中子就停課 那你們補習班兒照中心不停課 那萬一有問題 那是你們的事情 不是我們的事情 他就把責任就推卸 政府一點頭腦都沒有 你可以配合措施 私立學要怎麼辦 進班的老師有沒有小孩子呢 你配到措施都沒有找出來 普羅大眾不知道怎麼辦就好 我發現這個政府就很無能嘛 失智嘛 長輩都不在人怎麼辦呢 那丟給誰啊 那丟給政府好了嘛 工的話呢 他也是會害害怕怕的啊 對不對 他真的要這樣做 他也自己有經濟的考量等等 我應該是不會請 因為我要替公司想 那政府很奇怪 丟一個球以後 讓他們自己老闆來做決定 那這個很無聊了 那美意是變惡意嘛 那你們老闆自主 那我問你啊 那連人薪價是算不算 好 每一個老百姓受訪都很會評論 因為大家對於口罩這件事情 真的太有感了啦 現在呢 因為政府的美意說呢 這個既然呢開學延後了 怕這個小朋友在家裡沒人照顧 讓爸媽來請這個防疫照顧架 哇 這個很多的家長也罵翻天 為什麼 因為現在安靜班都規定說 小朋友沒有戴兒童口罩的 不可以送到安靜班去喔 那等於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買不到兒童口罩的話 那我是不是今天要在家裡自己照顧小孩嗎 這個亂七八糟 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尤之哥 其實他就是剛剛有一位受訪者講的嘛 就是把所有問題丟給老百姓 跟丟給爸爸媽媽 然後丟給老闆 就是這樣 那不關我的事了 對我覺得很誇張 就是說我沒有買到兒童口罩 我就要請防疫照顧架在家 對啊 因為我小朋友不能送出去 奇怪了 那個本末導致嘛 到底什麼是重要的 那因為 因為我剛剛第一段也是講 蘇貞昌現在搞不懂自己是為誰而戰 他到底是為老百姓而戰 還是為他們自己而戰 他必須要把心頭抓好聽 你應該站在老百姓這邊 你才懂他們為什麼要罵這些東西 因為這老百姓他care了 就不如說你根本不管我嘛 你把小孩丟給我 那我就燙手山芋 好好那怎麼辦 現在開學了 那我開始 那那那那 阿公阿嬤可以幫我照顧一下 不行那安親班 最後你還不是要出去 難道從公立學校把他移到安親班 就沒事了 那還是群聚啊 這根本不是 我覺得他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實際狀況在哪裡 沒有幫老百姓解決好 而第二個 原因就是因為小孩口罩不夠 所以不上課 這真的是 怎麼會有這種思考邏輯呢 你應該盡量讓小孩子 能夠在無餘的狀況下去上課 不是因為口罩不夠 然後不上課 你說服不了這些爸爸媽媽的啦 因為對這些爸爸媽媽來講 第一小朋友的健康安全重要 第二他的受教 因為爸爸媽媽最擔心的時候 有小孩的人都知道 要問他說 他對不到啦 我怕他 這55天沒上課 對不到啦 他的我的小孩未來怎麼辦 如果沒有狀況那麼嚴重 是你政府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第三 你把防疫的價問題丟給誰 丟給老闆 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你不知心也沒關係 你要知心也有關係 我跟你講 原意這不是知不知心的問題 這是在於公司成本的問題 因為我今天 比如說這兩個 他今天軍軍請了防疫假 那他的工作要交給誰 我交給洪醫師做啊 那我今天本來有三個case了 本來兩個人可以做的 我現在變成只能做兩個case 等於少了一個人上班 那我三個case就做一個 那我少了那一個 那就是我公司的獲利減少 那政府有做什麼幫忙 沒有 你要讓我們減稅 你要讓我們輔導 那你沒有這個東西 等於全盤皆輸嘛 我們這裡有個叫做詹爸爸 你也有12歲以下小朋友 非常了解家長的心聲 其實現在這個最主要 這個口罩買不到 真的是感染者 流感的感染者買不到很頭痛啦 對啊真的是 然後這個一個就穿了給另外一個 在家裡面一個就穿給另外一個 對 兒童口罩真的是到處都買不到 對 買不到 但是其實真的是沒有必要的人 真的是沒有必要買 因為你是在第一線 然後你是高風險 或者說今天你是炒菜的人 那你當然是必須要戴嘛 那其他的我覺得說 真的就是政府製造太多的這個恐慌 現在其實家裡面的家長 大家也人心慌慌 因為大家都不曉得說 到底這個口罩是防範 會員有沒有效 這其實最主要就是這個 我想衛教是非常重要 但我們現在也莫衷一事 全國各催各的號 有些說要戴 有些說不要戴 那所以這個家長當然更不用講 連這個台面上的人都各催各的號 你說家長也不曉得到底該怎麼辦 學生去學校這個要上班 這個就很正常 可是當學生不去學校的時候 家長要上班怎麼辦 你又要請教 所以這個其實當時SARS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搞到最後就是經濟崩盤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 其實真的是有控制住 但如果真的是太過於恐懼 搞到最後 我覺得經濟影響會很大 韓國瑜第一個關心到 第一個 所有東西都第一個 可是這些人第一時間板足出去就是 韓國瑜很可惡 你看給遊民啊 不給正常人 遊民不是正常人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 罷韓罷到沒有人性的地步